世界之大 不是一句我想去看看就能丈量的 我们想丈量的 不过是自己的心罢了 丈量不只是眉头行走 更在于抬头仰望 仰望过气势辉煌的 才会珍惜声的渺小 仰望过灿若星海的 才能窥见美的穹顶 用仰望 在繁星上 正能出禅意 当白墙金顶火光映入眼帘 当金铜彩帆迎风转进心里 禅意也就成了一种智慧 饭一夜粥 而不沾惹一红水 赏一抹色 而不思藏一股香 置身一路鸣鼓 而不贪恋青油 行走 行走在香月花街 而不留恋繁华 这些 是处世的智慧 明月与夜色 华灯与繁星 行走或打坐 抄襟或拼命 无人旁观时 我们又是什么样子 这是自恰的智慧 曾以为 禅意是出世前的顿 其实 也是入世后的感动 感动于沐天席地的字意 感动于人间烟火的灵力 感动于朴实奔放的七季 感动于延续百年的热情 感动于参赐千万家的幸福 日月说 幸福是在天地间追逐 胡珊说 幸福是在四季的相依 禅意说 幸福是风景里的默默物语 是女途上的自然之道 不停传你 不停传你 那一身 一所一天 你人 今生 关于世界 不如在这里 禅意一次 禅意马上 灵力马上 灵力马上 禅力马上 禅力马上 禅力马上